唯一的外星文明入侵地球 仅仅一道光线 便让小镇所有人和动物同时晕了过去 小镇瞬间变得死一样寂静 车站内正要回小镇的医生突然发现 所有列车被禁止前往小镇 原因是该区域停电了 但这个理由医生显然不相信 他急忙联系家里的女儿 可电话根本打不通 想到女儿可能出了危险 医生急得直接打滴滴回家 在车上他一直给女儿打电话 但始终打不通 这时车子停了下来 是前方实行了交通管制 心急如焚的医生赶紧下车 询问执法人员 却被告知小镇现在禁止入内 解封时间不小 医生解释自己女儿可能出危险了 希望能入内 但还是被无情拒绝 无奈他想出了个办法 直接走山里的小路回家 果然这里没有阻碍 他顺利进入了小镇 可这里根本没有停电 反而灯火通明 突然他发现前方许多奇怪的人 好像是军方的士兵 他们正在研究着什么 而更远处还有一些人 正要去救一个昏倒的男人 他们给前面的人绑上绳子 前方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他们却戴着防毒面罩穿着防护服 环顾四周动作十分谨慎 可下一秒那个人就晕倒在地 被同伴拉了回来 这一幕可把医生吓坏了 这时对方发现了他 医生赶紧朝家的方向跑去 可下一秒他也晕倒了 等医生被抢救过来 军方的白哥要他先去做个检查 然后暂时到临时地住着 小镇现在进去就会晕倒 他们正在调查原因 第二天国家安全部门赶到了现场 为首的长官下令派出直升机进入小镇 看是否这一切是恐怖分子所为 直升机进入小镇领空 他们发现飞机镜头没有任何画面 长官要他们降低飞行高度 机长于是把高度降低到900米 这是画面出现 但是非常不清楚 直升机继续下降到850米 画面变得清晰 能看见小镇上晕倒的人 可就在这时 飞行员却突然晕了过去 紧接着画面开始受到干扰 长官要他们立刻升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升机失去操控直接自由落地 害怕诡异的范围突然扩大 军方开始疏散临时地的平民 很多人不愿意离开 医生担心女儿心切差点和士兵发生冲突 幸好白哥阻止了他们 突然医生接到了电话 竟是女儿打来的 原来小镇里的所有生物 已经全都清醒了过来 他们感觉就像睡了一觉 紧接着临时地的人们也纷纷接到 小镇那家人打来的电话 白哥还没回过神 小镇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了 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只过了两天 小镇里当时晕倒的女们 无论年龄大小和是否有过伴女 他们都同时怀孕了 军方把所有孕妇召集到了一起 他们认为这肯定和人们当晚的晕倒有关 而且通过检查 他们发现女人们肚子中的婴儿DNA 是一种全新的从没见过DNA